如果您爱看国家地理频道或是Discovery的节目 相信您一定知道科摩多龙 不过科摩多龙并不是真正的龙 而是火山岛科摩多岛上的巨大蜥蜴 从一名南方的佛罗雷斯岛搭船往西 大约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佛罗雷斯岛的六月平均气温超过35度 这里的居民多是回教徒或天主教徒 因为岛上非常的干燥种不出蔬果 所以市场上看到的多是从外岛运来的 摆摊贩的妇女把香蕉剥皮厚切成条状 然后裹上面衣放进椰子油里榨 这是当地非常普遍的一种小吃 在这里的港口就能搭船前往科摩多国家公园 它在1991年登陆为联合国的自然遗产 这片布满了岛屿的海洋 是潜水者的天堂 水温平均28度到处是色彩艳丽的珊瑚礁 还有各种的鱼类 以及相当稀有的海龟 突然间有海底潜水舰支撑的鬼扶风出现了 这是鱿鱼里头块头最大的一种 双翼展开后有三公尺长 而黑色的鱿鱼更是难得一见 这里的海流复杂性堪称世界第一 原本平静的海面会忽然出现湍急的漩涡 如果不抓紧海底的岩地 不要说小鱼了 连人都会被冲得不知去向 而这么奇特的海象主要是因为 这里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地方 火山爆发后的造山运动 让地底的陆地隆起成了无数个小型岛屿 当海流撞上这些小岛时 就会形成加速的情况 科摩多龙的棲息地科摩多岛 就是位于激流中的一座小岛 科摩多岛上的高山最高有3300公尺 在沿岸有一小撮森林 科摩多龙就是棲息在这片森林里 跟着科摩多国家公园警卫的后头 进入了森林 立刻就能发现野猪 还有鹿和山羊的踪迹 它们都是科摩多龙的食物 而科摩多龙的巢穴 就是像这样的洞穴 它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外头觅食 走没多久 果真就看见科摩多龙的踪迹 巨大的科摩多龙看起来相当吓人 草丛里传来凄厉的声响 原来是三只科摩多龙 在抢食一只已经四分五裂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生物了 身长3.5公尺 重约130公斤的科摩多龙 是地球上最巨大的蜥蜴 20世纪初搭载 法国探险家的小飞机 意外地在这里落海 探险家游上这个不知名的小岛时 发现了科摩多龙 这种前所未见的生物 回到欧洲后 就将这种生物介绍给世人知道 就因为科摩多龙太罕见了 所以被人类大量地捕捉 制成标本 一度科摩多岛上的科摩多龙 数量胜不到2000只 后来成立了国家公园进行保护 野生科摩多龙的数量 才增加到现在的3300只 科摩多岛上除了科摩多龙 和其他的野生动物外 还有人类居住 这个村落就叫做科摩多村 他们的房子都架到半天高 主要是为了预防科摩多龙的攻击 科摩多村的小朋友 平常最大的消遣就是玩这种 像是排球 却可以用脚踢的运动 正当大家都玩得开心时 远方放牧的山羊忽然骚动起来 往村子的方向靠近 原来后头出现了一只科摩多龙 担心科摩多龙会不会冲过来 攻击人类 但是当地的小朋友们反应都很镇定 其实科摩多龙经常跑到村子里头来 因为天气太热 科摩多龙的身体温度一旦超过了42度 就会受不了 所以他们得找地方躲开可怕的太阳 而人类居住的房屋下方 正是一个睡午觉的好地方 看科摩多龙躺在地上舒服的模样 真的好像不那么可怕了 大多数的时间 这岛上的人民都与科摩多龙和平共处 互不侵犯 科摩多龙就像是这块陆地岛屿的霸主 但是其实科摩多龙也能下海游泳哦 当岛上遍寻不着食物时 有时候科摩多龙就会下海游到别的岛屿去寻找食物 看他游泳的样子 是不是让你想起日本人在电影里头创造出来的怪兽 库斯拉呢